哈喽,大家好,我是宋姬 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新年快乐 有好几天没有拍视频了 因为我们正在忙着一系列的工作 说是很忙也不是很忙 早知道我就请月嫂好了 真的大过年的人家也要过年 对啊,要请也不方便了 当时那个什么护士小姐呢 就跟我解释说 请月嫂各方面还是挺划算的 一个月就几千块钱 可能最多就七八千块钱 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问题 晚上也可以睡得很好 因为有月嫂帮你管着小宝宝 但是我想了一下自己体验一下 这个过程也挺好的 结果真的是这段时间 把我们两个都累得挺够呛 以前感觉家里面有一米八成两米的床 应该也是差不多了 一家三口应该是够用的 后面用的时间多了嘛 特别是现在冬天 宝宝要睡在中间 然后我们这个被子也还挺大的 就要每天晚上要搬来搬去 特别是晚上他上厕所啊 有味道啊 我们还是要起床帮他换的 感觉还是要有一个宝宝专用的床 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也不一定好 其实应该要那种拼在一起的床会更好 对 我可以把我们的热气传导过去 有时候他也不好睡觉 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太冷了 晚上都要开这个 晚上都要开这个 宝宝出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明天后天 然后就要办一个酒席 就是历史娘家那边的人呢 会过来 然后出院那天呢 又再办一个酒席 就是说我们家里面这里的 宝宝的脸上长了那个打了疫苗长的痘痘 也不知道是不是 医生说不是说是吗 应该是 医生说不要动 他自己会好的 哎呀 现在越胖越来越像领导了 应该是什么事吧 甚至有点油腻的那感觉 大过年的也挺多东西要准备吧 一时九席二时 我感觉我们这个暖风的它的功率 还有它的热度不太匹配 开一个小时需要一点二度的电 如果是全开的话 我看别人的好像四五百瓦也有很暖的效果 甚至比这个还要暖 等下要出去把这个给换掉 然后这个它比较老了 对十几年了 已经最少用了十几年了 当时这个房子进入火的时候买的了 然后例前的吃鸡方面的问题呢 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因为亲戚朋友 送了差不多十只鸡左右 把全部都放在仓库那里了 宝宝从出院到现在感觉断断续续的 刚开始回家两天挺好带的 后面又有两三天不好带 现在又比较好带了 它是因为降弯 对对对 因为昨天的话我们是把它放在边缘这里 晚上起来好换尿布各方面的 前天吧 然后昨天我们把它放在中间了 就等于说人身上的火啊 就两个人的温度都能就是让它取到暖嘛 就比较好带 你怎么觉得你有点斗鸡耶 我们也完成了身份上面的转换 以前是我们说猫钱 现在轮到我们派了 现在我们这边的天气相当难搞 一到了过年又冷又落的 不还好 我终于可以出门了 我在家里面也待了好久 有例行坐月子 基本上都没怎么出过门 开我的摩托车出去转两圈吧 把车买的东西买回来 还有订一下酒席 开车的话 回来的时候都没停车位了 等一下吃什么晚饭 等一下吃剩蚝仔 这个好烙吧 你自己坐 然后再来一个生煎三盆饼 它这个东西味道太大了 这个是新买的 新买的 它在房间里面这么小的地方 刚刚我走进去就很浓的味道 很浓的焦味 就拿出来用一下吧 因为雨天气就是比较麻烦 宝宝现在拿去洗澡了 它这个东西晒也晒不干净 晒也晒不干 现在天气凉 他等一下爸爸洗完澡 要包上 所以现在烤暖一点给他 烤暖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吧 所以说不要至于南方这边的天气 现在真的是像我们客家话说的 又冷又 又落 就这样过年的时候 凤山上的路也是没谁的 这是 没关系啊我又不出门 哈哈哈哈 这是又下雨又冷的那种 小鱼 小鱼你想干嘛 他想玩 他就能看一只想出去 下雨啊出去干嘛 你带他出去没有进呀 带他出去了他又不拉 就看他死他也不拉 走个半圈也不拉 洗完澡了还挺乖的 哎呀头怎么扭成这样 这边在烤 还应该不算了 啊我们两个消耗体能太快了 特别力情还要喂小朋友 吃多点鱼头啊 这新鲜的三文鱼头 挺多那个胶原蛋白的 适合例行下去 买了点豪宅 一到过年就涨价涨的差不多两倍吧 和味道做着还可以 挺下饭的 洋芋都残酷了 好了喜欢我们视频请观众们 拜拜 拜拜